黃文星今天講水仙處理的方法 譬如我們先浸水 發現前面很多有牙 會影響植物的生長 所以我們一定除去 如果發現前面有些枯黃的也可以剪去 首先我們先剪去黃的那些 好了,接著就看看幼的那些 幼的那些我們撕掉 首先我們在那邊扯 大膽一點點 不斷扯 不要兩個,兩個的時候會扯爛 這些如果存在這裏 可以扯藥營養 現在營養了,影響了植物 繼續生長的時候 那些花會短 短的話當然是矮 還有什麼不夠大對就不太好 我們反過來再看 這裡我們繼續去蚊 我們拔走它 大膽一點點 好了,拔去看看是否正 好,試正 好了,這些花粒都快出來了 好了,我們再做第二個 給大家比較一下 第二個又是這樣 我們發覺很多的幼的 我們一樣撕掉 如果不撕就扯藥了 這裡多平衡 然後來這裡,又有些幼的 幼通常沒有花的 如果你繼續伸出 會扯藥它的營養 我們一定拔走它 好了,你看到花粒 繼續放下去 看看有沒有亂 如果有一點 我們也可以用剪刀 剪掉它 好了,繼續浸水浸到根位 好了,講開 我們有緣分在03年 做到一個世界獨一無二的 先讓大家欣賞一下 請大家一齊欣賞一下